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大君主行動》這部電影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 1944年6月5號這天 因美髮等國組成聯盟軍 並實施大君主作戰 派出大量陸海空軍遠征部隊 準備在6月6號早上6點半 登陸諾曼蒂灘頭 誓言擊潰 在歐洲作亂的邪惡德國 阻止納粹暴政繼續殘害人民 另一方面 我們的男主角鮑伊斯 是空降部隊成員 他們收到另一項命令 必須在6月6號早上 主力部隊登陸前 空降到灘頭後方 一座被德軍佔領的法國小鎮 摧毀正中心教堂上面的 無線電干擾塔 防止德軍傳遞情報及呼叫支援 讓主力部隊能更加順利進攻 很快的 空降部隊就進入德軍領地 受到大量防空炮火襲擊 機身劇烈的晃動 也把士兵們嚇得半死不活 才短短幾分鐘 就已經有一堆士兵 被防空機槍擊殺 無數台運輸機 慘遭急迫墜毀 就連男主角所在的主角飛機 也在即將抵達跳三殿時 被防空炮擊中爆炸 死傷慘重 幸好男主角在千軍一髮之際 跳機逃生 便靠著主角光環 閃過一堆炮彈和飛機碎片 運氣爆表 掉進一個湖裡面 平安無事活了下來 之後他在周圍的森林移動 很快就遇到倖存隊友福特 和幾名躲起來的不重要隊友 眾人便互相交換情報 偷偷摸摸往小鎮移動 只是走到一半 他們卻在路上發現一具 奇怪的腐爛屍體 看起來不像人 又不像動物 難道是德軍的什麼武器嗎 此時男主角就注意到 前方竟然有個妹子耶 要是被他逃跑去通報德軍的話 就不得了了 於是一群人立刻衝過去抓住他 逼問他情況 也因此得知 他是女主角闊羅伊 就住在目標小鎮上 而且他非常討厭德軍 願意幫忙大家 於是眾人在女主角的帶領下 順利避過德軍目光抵達小鎮 還盡到他家裡躲藏 不過一進屋 他們就聽到 呃... 的奇怪聲音聲 女主角則告訴眾人 是他阿姨生病了 沒什麼大問題 接著眾人來到閣樓討論後續計劃 打算抓住德軍巡邏的空檔 趁機潛入教堂裡 而關接最大的福特 就先派兩名隊友 偷右去外面的集合點 看有沒有其他隊友出現 然後再派男主角去照顧女主角 確保他不會去告密之類的 但男主角很調皮 偷跑到他阿姨房外 想看對方生了什麼病 也差點沒被嚇死 因為阿姨已經全身凹凸腫脹 皮膚像潰爛一樣 女主角也突然出現告訴他說 不過話才說到一半 就有循德軍來敲門巡查 其中帶頭的軍官納粹隊長 就跳出來性騷擾女主角 還威脅他 乖乖幫自己那個那個 否則會對他家人出手 沒錯 這就是女主角討厭德軍的原因之一 那趁機躲到閣樓 一直從縫隙中偷看 再也無法忍受的男主角 就拿槍跳出來 阻止納粹隊長抓住他 只是這個暴露行踪的行為 也讓眾人陷入險境 要是不趕快攻入教堂 發現納粹隊長不見的德軍 一定會找過來 福特只好叫男主角 趕緊去把其他人找回來 準備進攻教堂 不過他超級倒霉 才出門沒幾步 就被德軍的巡邏犬發現追趕 嚇得他拔腿狂奔 跳進前方一台 經過的運勢車上 還剛好被載進教堂裡 莫名其妙地成功潛入 之後男主角步步為營 偷偷摸摸尋找離開的路 他還在這過程中 找到了德軍的無限電作戰室 德軍實驗室 女主角說得交由 和被抓來人體實驗 全身爛掉的無辜百姓 甚至看見一個 只剩頭跟脊椎的人 竟然還活著能講話 發出 的聲音 天啊 德軍到底在這邊做什麼鬼實驗 嚇死寶寶啦 總之他趁機幹走一隻 看起來很像實驗品的血清 救出一個被活捉來做實驗的隊友後 就找到一條下水道通路 平安無事地離開這裡 然後他迅速回到女主角家 把剛才看見的經歷 全部告訴隊友們 還拿出那隻血清當證明 福特健壯 就帶著血清去找納粹隊長 問他這到底是什麼 但納粹隊長很有骨氣 什麼都不肯講 眼看時間將近五點 福特只好放棄审問 要一名隊友去把納粹隊長帶走 準備利用他聲東擊西 可是隊友卻輕敵大意 反被納粹隊長打倒搶走槍 蹦蹦蹦地射殺 雖然其他人急忙趕來支援 制服納粹隊長 卻已經來不及了 而男主角看著隊友屍體 突然想到那罐血清 就立刻拿出來打在隊友身上 生氣的是 隊友竟然像剛睡醒一樣的活了過來 可是下一秒 隊友卻產生恐怖變異開始暴走 無奈之下 福特只好開箱射殺他 只是隊友連吃十幾槍 卻還是站得好好的 男主角只好拿槍柄 打爆隊友的頭 解決這個不死怪物 同時 納粹隊長趁著空檔 抓走女主角的弟弟逃到屋外 在外聽到槍聲的德軍 也迅速趕來查看 雙方就展開了一場激烈槍戰 福特也槍法沉准 先開槍將納粹隊長打成重傷 再咻咻咻幹掉所有德軍 暫時化解危機 接著 眾人繽紛兩路行動 不重要的隊友們 前往教堂門口高地 拿機關槍掃射攻擊德軍 來個聲東擊西 主角們則從下水道通路 趁機潛入教堂內部 然後女主角去找弟弟 男主角和福特 分別去無線電作戰室 和實驗室設置炸彈 另一邊 稍早前納粹隊長 先一步趕回教堂 替自己施打了幾針 完成度更高的血清 不僅沒有異變 還治好傷口 得到超人般的戰鬥力 所以當福特一裝好炸彈 納粹隊長就跳出來 赫赫哈哈隨便兩下 把他打成重傷 連還手的空間都沒有 雖然男主角及時趕回支援 碰碰碰拼命射擊納粹隊長 卻完全沒用 他還馬上被對方打趴在地 不過納粹隊長很有愛心 沒有直接殺人滅口 是告訴兩人說 福特則趁他演講不注意時 偷打旁邊撿到的血清 把自己也變成超強怪物 站起來繼續和納粹隊長決鬥 哇塞 原來是第一代美圈隊長啊 他還趁著空檔 告訴男主角快點去引爆炸彈 自己會留在這段後 並提醒他 不要對任何人提起實驗室的事 這種藥 不管德軍盟軍 都不該擁有 然後福特就在男主角離開後 馬上點燃炸藥 和納粹隊長 還有其他不死士兵同歸於盡 同時 男主角也咻咻咻 衝去引爆炸彈 冰塵炸彈炸死自己前 連滾帶爬地逃出去 整個教堂 就在爆炸中 片瓦不留 最後 男女主角等人 全都平安無事活了下來 盟軍也在主角們的努力下 成功登陸諾曼地 奪回這個法國小鎮 男主角則在長官面前說謊 隱瞞實驗室的事情 仗著恐怖研究 永遠埋在地底 看完後我就在想 美圈隊長如果失敗的話 可能就長這樣喔